我喜欢每天早晨亲吻我的那杯咖啡 这是著名歌星Tory的成名作 咖啡的第一句歌词 可见人们有多么喜爱喝咖啡 那么每天早晨香浓的一杯咖啡 可以让你一天精神备整 我也是喜欢喝咖啡 享用咖啡的时候 可不要忘记把咖啡渣留下来 送给你的植物吃 咖啡渣已经满了 赶快送给你的水果蔬菜 让它们享用吧 现在是六月中旬 春夏作物的生长周期已经过半 所以各项作物都长得非常的旺 黄瓜 番茄 豆角 都接得非常的多 要想马儿跑得快 又想马儿不吃草 这样的好事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给这些植物有足够的营养 吸收 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追肥 首先呢 我们可以从这些苗圃或者是商店里买了一些土壤 这些土壤可以是最便宜的一些土壤或者是鸡粪牛粪之类的这些土壤 然后我们准备好一个大的container也就是一个大的容器 我们用这个容器去摻合我们需要的追肥的肥料 然后我们把这袋土倒进这个容器中 因为我们要用咖啡渣有一点弱酸性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草木灰来中和一下 我们在壁炉里边掏一点草木灰出来 这些草木灰呢 它是一些浓缩的矿物质 所以说富含一些钙 钙 铁 链等各种矿物质 所以对植物生长非常有益 而且它还有一点烧糊的味道 这样可以改变土壤的味道 有驱虫和驱赶动物的作用 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 把它们倒进桶里 掺合在一起 这个咖啡渣 你看多黑啊 多漂亮 我们把这些咖啡渣 我们倒进这个容器中 炒木灰倒进去 然后开始搅拌 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这就是我们制好的 追肥肥料 你看多好啊 均匀 里边有咖啡渣 炒木灰 还有土 还有鸡粪 非常的有营养 这样的话 我们这些植物 都会非常高兴 现在我们就开始 给这些植物 追肥 那么我们主要是 把它这一把一把的 撒在它的根部 盖上它的根部 小宝贝 我来了 开饭了 每一个都给它一把 或两把的 就这样 我们对所有的这些 种植的这些植物 每个根部 都给它两把 追肥 那么实际上 这些植物呢 它们这些 它们的根部 都非常的浅 那么所以 它的这个土壤呢 基本上 它已经 这个里边的营养 基本上 都已经吸收 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 给它加上去以后 这样的 我们再用水 浇上去以后 这样的 这些营养成分 就会渗不到的根部 从而让它的根部 很快的 就可以吸收 这些营养 所以我们叫 追肥 就是追加 更多的肥料 让这些植物呢 有足够的营养成分 可以吸收 然后我们就是 在浇水 那么浇水 主要是浇根部 把这个刚才 加上的追肥 渗透到根部 把营养 送到根部 我们有一些 有关咖啡渣 和草木灰 做有机肥的视频 我会把连结 放在留言部分 欢迎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 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 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 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